正神情敏重的讨论者 在远要命的王国里 国王和王后正神情敏重的讨论者 结婚这么多年,我们还是没有孩子 对啊,在这么大的荒洞,痛荡荡的 只有我们两个,我们必须打紧的试问 没有小孩的心要声,把我们鼓鼓吼气 唉,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王公公更热闹定 诶,听说傻瓜纯悠,小孩没有父母,甚至我身边不服 那不如我们就离养他们吧,觉得我们的皇后 真的是太棒了,那你赶快找个人,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吧 国王于是吩咐大臣到傻瓜村发布消息 孩子们很兴奋的聚集在训绩中 各个探头探脑想知道这位大臣究竟宣告了什么事 所以,就是只能够与所有的小孩 loung 聽完這番話 那個兜腳 盡腦汁 開始準備獻給國王最好的禮物 國王叫來了 我一定要拿出我最拿手的鋼琴的女孩看 開玩笑 我可是鋼琴王子 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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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 RNA 哇 大哥 你彈得真好 可以教我怎麼彈嗎 拜託 你以為這很簡單嗎 別鬧了好不好 我一定要唱一首最好聽的歌給博安聽 老手一定要阻擋 而且你唱歌好好聽